三级的无敌凤凰蛋带我打天风 鸡蛋实力能赢凤凰局吗 之前我不是在岛上遇到了一个 三级才入坑的极品萌新 一直说他以前是个什么 无敌凤凰蛋什么的 结果今天520这个日子 不知道他抽了什么风 说哥哥哥哥 我来带你打天风吧 你带我 你一个三级的安全蛋 带我打新赛季的凤凰蛋 孩子你高低是不知道点天高地厚啊 哥哥你说错了 哪错了 你不是安全蛋吗 我现在七级 哥哥你就放心吧 虽然我现在等级不高 但我上个无敌凤凰 我是真的有实力的 虽然我不信你能带我赢 但我是真的很好奇 你是什么水平 前提是 你一定要给我几步 放心吧哥哥 我一会儿一定给你个超级打地炮 你倒是抓我呀 愣着干嘛 哥哥捐我 我被人抓走了 不对 他好像想带着我跑 他人真 好 哎呀哥哥 他怎么扔我 凤凰局巅峰 但情险恶 上分第一条 就是不能相信别人 赶快跑吧 不然要速 哎 不然凤凰局面起步就很难玩了 这次长记性了吧 下次一定要给我起步 听见没有 好的 可是在我们鸡蛋 大家都是顾帮顾住的呀 笨啊 我都说了 这是凤凰局 你不淘汰别人 别人会淘汰你的知道吗 那这样玩游戏是为了什么呢 赏分多无聊啊 不如和岛上朋友玩呢 以前我正好还在的车 大家当时还在岛上一起举龙头 烂着 你说的那都一年前了吧 现在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的大家更在一段位 不过你确定你是无敌凤凰 这跑得还没我一半快呢 嗯 哥哥 其实我骗了你 我怕你不跟我玩 我所以撒谎骗你的 我之前最多才伤我头鸟蛋 最后蛋蛋子说 他生气我自害 就不跟我玩了 你要是也生气我的话 你绿茶是吗 三局一个起步没改到 在这儿爸爸啥呢 别人不和你玩 你就不玩了 决赛给我好好发挥 听了没有 可是 既然真的能获得吗 不是 是怎么知道 你要相信自己 而且 你不是有我 我让你玩的 不玩的 我怕你不会玩的 我怕你玩的 你不玩的 你不玩的 不是夺冠了吗 说明鸡蛋打风亡虽然苦难 但也不是完全不行 你又别 我认识你这档档身体也很开心 谢谢你的陪伴与鼓励 我之前骗了你 对不起 以后我们还是有缘再见吧 不是你 那边是悬崖